影片開始之前記得點讚、訂閱、分享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進階球員的最新動向和最佳實戰 Hello 各位球員大家好 我是黃大仙 這期視頻為大家帶來的是小田龍正最新的實戰視頻 所以等那麼久才出的視頻 是因為小田剛出的時候真是屎到 當場想撥濕讓他變回水晶好過 不過之後兩版的更新都有對他加強 加強兩次現在都可以拿出來玩 開球給了功成 再撥給了三井 三井一個特球交給我 我接播由一個轉身彈後三段出手 騙跳兩個人空位出手拿下第一分 大家見到小田這個轉身彈後三段出手 我覺得是小田的飲招 剛出的時候這招又慢命中率又低 就算空位出手的話 也只有三球中兩球的程度 比鐵木真還要鐵木真 這樣的命中率怎麼頂啊大佬 大家看到這場比賽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是動作加快了 命中率加強了 因為通常在第一個或者第二個出手點的時候 對位端被你騙掉了 所以這招其實得分率真的挺高的 OK 回到比賽 這裡我都打出我可以得分的字眼 就要給隊友特別的三井 知道我可以幫他刷律助攻 目的就要給他盡快開到MVP 他開到這場就贏了大半了 這三井開球 開球養了下一個突破 今天就交給我一個接球彈後 飛到位 空位出手 有了 拿下這分 大家看到這招都是小田的第二個任招之一 只要你在指定範圍之內 開了加速按鍵 只要他一接到球 立即做出彈後出來 跟櫻木的招接球戰斧是一樣的 而且你反應夠快 這招同樣可以接第二第三段的突破彈後 都算是挺厲害的 而且這招小田又是對位櫻木花 他們兩個都想過同一條旅 而且他們兩個都不屬於傳統中鋒 但是他們兩個都在打中鋒位 所以如果他們兩個各自做控場中鋒的表現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這段視頻 看看吧 剛才我兩個男班跳得比較噁心 位都不是問題 時機都比較差 還被隊友吐槽了一下 那你就接播了一個彈後雙籃 成功地偷低這一分 這個又是小田的其中一個飲招 而且都加強了一次 他轉身突回藍底的速度已經加快了 這招是靠猜是跟不及的 如果他要跟你的話 跟到一半就脫掉了 除非他猜到你要用這招 在藍底喉著你才行 回來比賽 對面攻擊開球 交給先導 先導一個換手突破 再一個彈後飛 空位出手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給我拿到近板 交給攻城 攻城出圈 帶球突破 交給我一個接球拋頭 拿下這一分 這招第一身平平無奇 其實出手算多快 而且他這招也有加強過 加了抗擾 當然大佬 你一招已經撲到這麼區塊臉了 抗擾更低 還要怎樣用 OK 來到對面球 鷹目交給攻擊 攻擊一個彈後 但沒有出手 扔回先導 先導換手 再一個突破 再一個環影突破 來到藍底 再一個果凍上籃 哎呀 握了 這兩個 真是要商量好才行 到我們球了 開球交給攻城 攻城 再一個直突 養了下 再一個假動作頭籃 嚴重干擾 那麼困 又入圈才活該死 糟糕 OK 來到對面球 先導開球一個左邊的突破 交給鷹目鷹目 藍底沒有出手 交給攻擊 攻擊的定點側跳彈後 結果都沒有出手 把球交給先導 先導一個突破 再一個換手 再彈後飛的位空位出手有沒有呢 有啦 那麼三指引要單標先導 薩斯加 我覺得都是有點困難的 OK 到我們開球了 三指引開球 往左突破 交給我藍底完全兇了 楚進反超前 剛剛先三指引 內線拉開了空間 吸引了火力 我們內線都容易出手了 公益橫而彈後 結果有沒有出手 看看教育 哎呀我們攻城發動了一次球 好棒啊 三指引開了MVP 一個左突破了一個空位 出手有沒有理由 領先 15比11 OK啦 三指引開了MVP 這一局我基本上可以收工了 就是攻城開了電光火石 看看他怎樣打 攻擊開打 哎呀攻城一個搶斷錯位 哎呀被人對方必中 15比14追上來了 嗯 對面又射手 果然不可以太鎮定 三指引一個突破 頂頭馬上跑到禁區 哎有啦 好球 小田的衝刺板其實都可以配合到外線的 我覺得 來回對面球 先到開球 帶出外線 看他的樣子他們想拖 要按波鐘 按三指引一個MVP 鷹木接球 空位 一個坐進 對的啦 他們這個分叉都是要是時候追分的 那我們開球 我開球直接交給公城 公城撥給了三指引 三指引一個突破 頂頭三個人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這裡拿到衝刺板 回傳給了三指引 再一個兩段大後 再一個飛到位 頂頭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不過這裡鷹木拿到的板 哎呀可惜啊 那球交給公益 公益外線一個大絕 被我們攻城良田刮走了 好漂亮 那這個公城老地板 不過交給我 跟我接球之後 毫不猶豫你到金雞獨立 一個大絕 拿下這一分才說 我怕不夠鷹木搶板 OK 這裡有對面球 對面公益開球 先到先到先到一個突破 再一個換手 再彈後飛到位空位出手 有啦 沒問題 我們都仍在領先 我們優勢還在我們 來回我們球 這裡三指引開球 麗爬開球 推了一個突破 交給我 這裡撞停 交給公益 公益回給三井 三井還有一個突破 反轉 空位出手 有啦 OK 來回對面球 鷹木交給公益 公益一個彈後 結果沒有出手 回給鷹木 鷹木回給先到先到 先到來 藍低的姐姐交出去 公益一個彈後 頂點頂頭 有沒有呢 沒有的 鷹木開了一個大絕 嗯 沒話說 根本拼不過 OK 來回我們球 公益帶球 交給三井 三井一個突破 頂頭 立刻衝回藍底 沒什麼 不需要我做事 藍板 不需要的 我大絕三井主要貼著人的臉射 這裡對面仙道 繼續在外面拖 拖來拖去 應該慢慢等機會 差兩個三分 這裡交給鷹木 鷹木交給公益 公益一個彈後 一個頂點 哎呀 公益兩點 又白了 兩次了 足足兩次 白了三分出手的機會 這裡接球一個彈後上籃 拿下這一分 來到對面球 公益開球 交給仙道 先到一個彈後 頂頭有沒有 是沒有 這裡拿到一個藍板 交給三井 三井接球出圈 一個突破之後 踩回三分 再頂頭有沒有 是沒有 不過這板被對面拿到 這裡攻益一個定點 空位出手 有了 哎呀 被他追上來 雖然目前領先五分 但對面有三分手的情況下 都很容易被對面追回來 都要小心點 三井開了MVP 攻城被撞停 交代給我接球 直接空位 飛對位出手 有了 對面球 櫻木交給公益 攻益了彈後 結果沒有出手 交給櫻木 擠給仙道 先到 一個換手 一個突破 遼藍底 還有一個啫喱交出去 攻益接球 然後攻益彈後 結果沒有出手 交給櫻木 櫻木 再回傳三井 反向空位 有了 櫻木開了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目前領先七分 如無意外 都是那句 拿著腳打都贏了 攻益彈後 沒有出手 交給櫻木 櫻木再回傳給公益 被我們攻城截到 傳給三井 撞停隊怎麼辦 頂頭三位 被撞了 沒問題 我可以撞球 回傳回去 時間剩下幾秒 亂來都可以 最後三井 一個頂頭 比賽結束 最後再講一下 小田這個 挺好用的技能 就是他撿地板球 即是我覺得 地板球的功能 比新出的 武藤還要更厲害 因為他去到一定範圍 他會自動伸手 撓球回來 武藤還要按鈕 小田完全不用自動發 你只要我覺得 是小田這個角色 這麼多招 最厲害最好用的一招 最後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潛能 是試過幾套 最實用的 藍色我用的是彈跳中頭 黃色用的是中頭藍板 綠色用的是藍板 彈跳和英目一樣 最後是大慈能 衝刺板 搖擺人 再加個王牌使命 這條片來到這裏 差不多了 順便可以問問大家 小田和花形透有什麼分別 大家可以留言區下面留言 我是王大仙 我們下期見 Bye